回到生活現場繼續來關心大學的學測 明後天登場 今天下午就開放考生 還有家長來查看考場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心 明後天考試都不開放家長陪考了 學生要記得要全程戴口罩 當然也有不少考生抱怨說真的蠻悶的 不過也沒辦法 再次我們要提醒考生了 明天早上七點半考場就會開放量體溫入場 記得要盡量提早出門 才不會人擠人 往年學測熱烈的加油聲 今年為了防疫統統聽不見了 因為考場規定親友不得陪考 學生考試期間也不像往年 可以邊吸新鮮空氣邊動腦 口罩全程要戴好 學測前一天大考中心開放考場 但大家只能在走廊上隔著窗 確認考試座位 因為市場都已經消毒完畢 但看得出來不少家長還是有些心急 校園從臺北轉到桃園防護一樣不敢馬虎 入場前手部消毒還得經過體溫感測 中午的時間 學生可以做一個用餐的動作 他在原市場 但是必須用防疫隔板 如果在市場用餐 全臺考生都要向服務人員領取一次性用餐隔板 為了防疫好 今年的考生辛苦不少 提醒不能陪考的家長親友 應試時若考生臨時有狀況 各考廠都有服務臺提供即時諮詢 至於考生應試證件備齊了 就準備上正場 金榜提名 華人新聞 蔡婷運方啟年吳全元 TAPTOW原綜合報導